我们来一起看到这样一篇文章 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阅读体中会把一个词从原文之中摘取出来 把这个词放到原文的环境之中让我们理解出来不同的意思 这也可以联系到我们所学到的之前的啊 这多重词语要辨析 中文之中经常会有一词多译的现象 那同样一个词在不同的环境语境之中 是不是可以反射出来是同样的意义呢 这就不能确定了 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文章叫做 一棵树上的两种果实 两家相邻以院墙相割 墙东栽了一棵石榴墙西 种了一棵樱桃 春天开花的季节呀 岔子烟红 分外妖娆 两家经常各自坐在树下乘凉吃饭 不亦乐乎 因为有两棵树 它们的生活就开始五彩缤纷起来了 大家不仅在树下乘凉吃饭 孩子们在底下玩耍 而且开花必然会结果 果子一来 丰收的季节必然要到了 两棵树的枝条在生长的过程之中 逐渐蔓延过了两院的墙的界限 东边的跑了西边来 西边的奔了东边去 石榴的枝条也跑向了 两头悄无声息的 可是又到开花时分 东家开始给石榴打药了 因为石榴树上长了许多的虫子 它给自己的石榴打完药 仔细的看了看 竟然发现 樱桃漫过了枝条也有害虫 想了想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石榴引起的 所以它就重新配了药 也给西家的树上打了打药 一场大风雨 藏花遍地 西家心疼地看上自己的樱桃啊 动手给樱桃开始给破损的地方 进行了修复 捆完之时 竟然发现越过墙榴二的石榴 也是体无完肤 它呼的想起来 对家的邻居出门了 等它回来的时候啊 错过了花期 这石榴也就不会结果了 所以便想都没想 动手就给人开始修理 对家的石榴枝条 几天后 两棵树再次焕发了 薄薄的生机一派 盎然 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了 故事也许是按照大家心中所想的 继续了下去 对 你猜的没有错 东边和西边这两家人呢 因为彼此互帮互助的这种感情 基础呢 他们在结果之时互相分享了 对方的果子 这家给了石榴 那家给了樱桃 小孩子哭着要吃 这家的主人毫不吝啬 马上就说来赶紧给孩子尝尝鲜 就这样 两家人和谐相处 种了一棵树 却吃到了两种果实 这与原文标题所扣 两家人也感到愤怀高兴 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呀 故事讲到这儿 也许你觉得结束了 这真是一个团圆美好的故事 可是 别有洞天的在后面 过了几个月呀 这就换了新邻居了 东家已经换了人 西家也不再是原来的西家 先是东家觉得西家的树癌室 咔嚓咔嚓 见光了 然后 西家又觉得东家 给自己家来找市惹麻烦 所以趁他们家没人 就把他们家的花树果都打掉了 秋天 该成熟的季节了 不再如上面 东家和西家两家邻居 所做到的乙派生机 反而是取而代之的一片萧条 两家树枝上是光秃秃的 干干净净 只有那几枚残叶在风中 飘零 打转 这真是好一派 萧瑟之景啊 大家会说 哇 这两个故事原来是 别有玄机呀 他们放在了一起 是为了形成了一种 对比和衬托 衬托的是什么 对比的又是什么呢 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答案 无论你的答案是否 对 可是我们来看一看 文章中的主人 是否如你所想的那样 揭示了这样一个文章的主旨呢 生命本是一棵华美的树 如果我们想使自己的生命 同时拥有两种果实 那么 你就该允许别人的枝条 伸到自己的世界来 也要允许将自己的成果 奉献给别人 故事到这里就已经讲完了 其实正如大家所料 故事的结局是一个 皆大欢喜的场景 只是为了告诉我们 一个分享的举动 看似非常小 非常平凡 可是带来的意义却是 无限大的 这也就无形之中告诉了我们 其实我们有时候 不停地藏着椰子的一些事情 也许分享出去以后 它就会变得不再那么痛苦 也许幸福也会被加倍 所以具有分享精神 也是大家在之后的 学习工作生活之中 可以去努力锻炼自己的一些方面 回到我们的问题之中 刚才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词 体无完肤 我被 把这个词给标红了 大家会想 老师让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词的意思吗 没错 老师的确想让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词的意思 而且我的体干要求 请大家听清楚 叫做 联系文中实际 即为联系 上下文解释词语 大家一听 我们考试的时候 老师也都这么问的 叫做联系上下文解释词语 可是怎么解释呢 脑海中或者你的笔记上 应该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三种方法 分别叫做 经义反义替代法 扩充法 以及形容比喻译法 可是这三种方法 如何用呢 嗯 筛了筛 减了减 你锁定了哪一种方法呢 没错 是形容比喻译法 如何将形容比喻译法 用到这篇文章中 解释这个体无完肤的词语呢 体无完肤 我们从字面上讲 就是身体上 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 很好 这是这样一个解释 可是 它的原先的解释 是否能直接带到原文之中 我们回到原文之中 看看体无完肤 这个词的前后句子 捆完时 竟然发现 越过强院的石榴 也是体无完肤 他呼的想起来 东家的主人 可能出差了 要是几天后回来呢 石榴也许就会错过了花期 这个时候我们会想 石榴要长了皮肤 这不太对呀 没有你人的修辞啊 所以这个词语 需要怎么解释呢 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体无完肤 我们首先解释词语 的时候要猜词语 我们猜到了 是身体上 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 也就是 它的词语 猜到的 然后回到原文之中 也是我们刚才 所做的一件事情 带着这个词 回到原文之中 看看它究竟说的是 具体哪样事物 回到事物中 我们再找词 代替它 也就得到了 我们最后的这个答案 叫做 比喻变体鳞伤 也就我们所说的 身体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 也比喻全部被博到 被批评的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经常也会说到 在一样 一个会议之中啊 有的人被人批的是 体无完肤 所以这个词 在不同的场景之中的应用 还是要有所改善的 那在这里请问大家 被博到批评的很厉害 是否有带到文中 大家肯定说 不是 因为什么呢 因为要联系上下文解释 文中并没有这层意思 这层意思 只是老师为了让大家 更加全面的了解 这个词的意思 而标注出来的 也希望大家得到注意 好了 这样一节课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小结一下 课堂总共学过到 多少种解释词语的方法 以方便大家 在之后课程中的运用 首先进译词 反译词法 二 扩充法 三 形容比喻译法 四 练习上下文解释法 其实练习上下文解释法 也是把形容比喻译法 这个方法得到了 很好的扩展运用 所以希望大家 把这几条方法 记到自己的记录本 或者笔记本之上 把这几个方法 能够得到很好的运用 也可以超上几个范例 让自己更好的了解 究竟怎样才能运用 这个方法 去解决自己的难题 既然如此 这节课学了 多重词译 要辨析的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看 课后练习 为大家留了 这样两个小作业 首先一 复习多重词译的不同 辨析方法 二 查找相关练习题 其实题目 随时都可以找到 进行对应的练习 增强大家的理解 怎么样把这些方法 活用起来 其实方法与方法 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可以互相配合 以达到最佳的 战斗效果 希望大家通过 今天的这节课 或者说它是一堂 复习课 或者说它是一堂 新授课 无论如何 只是为了大家 能更好地掌握这种方法 以运用于自己之后的 语文学习中 希望大家能够灵活 变化自己的思路 以达到最佳的 学习效果 不要忘了 好好完成 你们的课后作业哦 我们下次再见吧 这堂课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